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字 range range 这个字当动词呢 是范围从哪里到哪里 它的整个范围涵盖的幅度有多大 动词的range 他说we sell t-shirts 我们贩售的t-shirt种类呢 是in various size 是有着以各式各样的尺寸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size是尺寸 various 这个字呢 various 这个字它有各式各样的 多种的 好 各式各样 好 各式各样的 形容词various 所以它是有一个各式各样的尺寸 可以让你选择 以这样的方式呈现 那这个尺寸呢 它的范围ranging 各位可以看到它去掉字尾1 它把字尾动词1去掉 变成ing 变成一个分词 它的范围呢 主动的ranging from 主动的涵盖了从 从这个astra small 这个特小号to到呢 astra large 特大号 好 那各位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英文呢 astra这个字 astra这个字有额外的 额外再做出来比小号small再小一点的 所以它这边翻译成特小 那特大号呢 我们都知道large large l 这个large是l号 那如果比这个l号再额外再大一些 我们就分成特大号 所以那个astra large是特大 astra small是特小 它的范围呢 是从哪里到哪里 你就可以用这个片语哦 ranging a ranging from a to b 这个黄色荧光笔画起来 这个片语蛮重要的 ranging from a to b 它的范围从a到b 整个都有ranging 都有幅度涵盖在里头 这边的动词呢 它用的是一个进行的现在分词 好 来表达它的涵盖范围是主动的 这样的尺寸呢 尺码从哪里到哪里都有被ranging 都有被涵盖进去 好 所以这个黄色荧光笔画起来 可以请各位把它当作片语来背哦 ranging from a to b ranging from a to b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个单字哦 refund refund 这个字我们在一年级的多译 这个职场多译系之后就有学到了 re再一次的fund 再一次的找到 在你的口袋里头再次找到它 表示有被退还 记不记得有一个单字跟它很像 我们有一个叫reimbursed reimbursed em 然后呢 b-u-r-se 好 我们在第unit29 在29回有学到这个字哦 我们有再一次的in 再一次的放进去你的burse 这个burse呢跟女用的皮夹 p-u-r-se purse是可以当作语音转换来做记忆哦 所以这个是皮夹的意思呢 我们都知道p-u-r-se是女用的皮夹 装钱的工具 好 所以reimbursed reimbursed就是再一次的进到了你的皮夹 也是有退款的意思哦 退还退款就可以用refund或者reimbursed 好 那我们看看它的例句 它说呢 since the trip was cancelled the travel agency had to refund the traveler the travel expenses to the clients 它说既然因为 来这个since呢 你可以把它翻当作连接词 它是个conjunction 它是连接词 只要有连接词出现的时候 各位就可以留意一下 一定会有两个句子 你看我们的主词一 trip 旅行 我们的动词一 was 然后逗号之后接第二个主词 the travel agency the travel agency 这个是我们的主词二 好 这是我们的主词二 然后呢我们的动词二 had the to refund 必须要去做什么事 好 这是我们的动词二 你看有主词一 动词一是第一个句子 主词二 动词二 第二个句子 透过逗号来做区隔 好 那连接词来做连接 好 所以since这个字呢 我们会翻译成既然 或翻译成因为 既然因为这样的条件下 所以逗号后面 就会发生后面的结果 因为这一场的trip 这样的一个旅行呢 已经被怎么样 来 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b动词 加上cancel加ed cancel这个字 cancel是取消 字尾加上ed 变成了被动语态 pp 动词的过去分词 b动词加上过去分词 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被动语态 翻译成被取消 since the trip was cancelled 既然因为这一趟的旅游 trip呢 已经被canceled 被取消了 所以就产生了后面第二个句子 the travel agency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单字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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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带班机构 旅行带班机构 好 之所以旅行带班机构 表情大概是成时间 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住动词来理解 必须怎么样 我们知道必须住动词后面要加原型动词 所以后面是加原V 必须后面加原型动词 have to refund refund是退还 所以因为旅行没有成型 那这样travel agency就have to 就必须要refund the travel expense 他们当然就必须要把这个expense 什么是expense expense这个字叫费用 字尾加上s表示费用有非常多种 可能有保险费 有旅行的费用 住宿的费用 时的费用 有缆车的费用 这些费用有非常多种 所以他加了一个s负数 expenses 所以他退还这样的一个travel expense 这样的一个旅行费用 退还给谁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refund the A to V refund A to the client 他必须把这些钱款项 refund to退还给client client这个字呢叫做顾客 就要把顾客呢 他们所花费的这些这一笔一笔的金额 退还给这些顾客 好顾客 client client 好这是我们的例句 refund refund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个单字 refund 它除了当作动词退款 退还 它也可以当作那名词来理解 它就是你的退的那一笔退款金 偿还的金额 有看到它是一个金额哦 它是那一笔数字 那一笔退偿退还的金额 表示1000块就是一个refund 好所以i returned return字尾加ed 表示这个句子呢 是过去式 好我们在句子当中都可以透过这些细节 去了解这个句子呢 它的时代它的背景 它是发生在过去的某一个时间点 i refunded that defect i returned the defective product to the shop and ask 然后我询问了x4 要求一个refund 要求一个偿还金额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动词 我们把这两个动词找出来 第一个动词叫returned 它退还了这个东西 and的连接第二个动词ask for 好这是一个动词片语哦 ask for是要求 好可以帮自己写上去 这里的动词是一个片语 ask for something要求什么 那各位可以看到后面的refund 它是一个有加一个2的 表示一个一笔 我们这会翻译成一笔退偿金额 这边翻译成一笔哦 这个refund呢是当作名词来说 就是偿还金 偿还金 假设这个呢 product这个产品它是1000块 它把这样的一个defective defective这个字很漂亮 我们把它画起来哦 这个字呢叫做 有缺的 有瑕疵的 有瑕疵的 有一些破损的 在这个return 于是它就return the defective product to return to 这里有个片语叫return A to B 偿还退还什么给谁 这个to是接系词给 它呢return the defective product 产品to the shop 它把这样的有瑕疵产品 你退还给了这个shop这个商店 and做第二个动作 act for a refund 它要求一笔退还的金额 好 再来我们看到第二十个单字 二十这个字叫retail retail retail这个字呢 它的意思是零售 把东西呢 一个大货柜 或一个大箱子里面的东西 一个一个拿出来 摆售的这个动作 这个状态集合行为呢 就是retail retail是翻译成零售零卖的 这个行为 它说 there are four retail shops which are directly owned by the candy company in the city center 好 那这里呢 有两个字在我们的课本上面是不见的 老师帮你把它补上去了 叫which are 你们的课本单字呢 二十这个retail 它给的例句是 there are four retail shops directly owned by the candy company in the city center 你会发现到你们的句子里头 没有这两个字 which关带跟动词are 那老师待会会解释给你听 为什么这两个字被省略掉 我们先来理解这个句子叫 layer is layer are layer is layer are 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 我们在国中的时候学过的 当你想要表达一个空间 当这个空间拥有什么东西 这个场地 这个场域 拥有什么 空间呢 空间这个东西 这个地方 空间有什么 通常这个有 是不能够用这个has has或have的 因为这个has或者是have 这个have has这两个字呢 有呢 这两个字是人 人才会有这个动作 人拥有什么东西 人拥有后面的something 对不对 人拥有四本书 I have full books 我有四本书 但是如果是一个空间呢 各位看一下 你的主词是一个空间 你想要告诉大家 这个空间有四本书的时候 这个的时候的有 不可以用下面这两个has 而是要用layer is layer are 也就是说呢 各位要怎么去理解 一个抽象的地方 如果拥有一个什么东西 你就是layer is后面 加的是单数的名词 比如说这个房子里头有四张椅子 房子里头有 房子不会有这个东西 对不对 房子不会有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要用的是layer is layer is 怎么样 有一张椅子 layer is a table layer is a chair 好 所以呢 a table a chair 因为是单数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动词用单数 如果是复数呢 你就用layer are 然后面就是加复数名词 比如说有四张椅子 layer are full chairs 就有这个复数名词 复数名词就用layer are 好 所以这个layer is layer are 是用在表达一个空间 有什么的时候 千万不可以用人类的有 人类的拥有这个动作呢 这个has或者是have 主词一定要是人的时候 才会有拥有动作 主词如果是一个空间 是一个空间 我们用layer is layer are 好 所以我们再回来这边 他说呢 这里有layer are full 他说总共有四间的零售店 retail是零售行为 shop是商店 这个商店他们是做零售行为的 所以我们叫零售 零售店 他这边翻译成零售的店 好 总共有四间零售店 有没有看到他用for 因为有四间 所以有没有看到动词用复数 有 这就是我们刚刚为什么 要复习文法的用意在这边 layer is 是加单数名词 layer are 是加复数名词 所以layer are full layer are full retail shops 你看这里也是用复数哦 好 那说这四间零售店呢 他们有什么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零售店是我的先行词 后面这个which呢 我们又叫做关西代名词 我们要复习一下 我们在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 学到的这个文法 关带 关西代名词 他跟这个which呢 跟前面这个retail shop 他们是指同一样东西 他们是指同一个东西 只是第二次讲用代名词 他跟他有关系 又是代名词 所以他有一个在文法书上面的定义呢 叫他关带 好 所以他说呢 这个retail shop 这四间retail shops are directly owned 他们其实是被直接的 属于在谁的隶属之下 各位可以看到 这里有个b动词 然后呢 再加上owned 这个own own own 一定不陌生 在国中学过叫拥有 字尾加ed变成了pp 好 所以你看哦 b动词加pp 我们就会翻译成被动式 被动语态 叫被拥有 所以there are full retail shops which are directly owned by the candy company 我们就可以这样翻 有四间联锁店 而且这四间联锁店 他们是be directly owned 他们是被直接的拥有在 被谁拥有呢 这个buy翻译成被 by someone buy the candy company 这四间联锁店 这四间零售店 都是被直接拥有的 被谁buy the candy company 你是由这间糖果公司 的candy company 而且这次糖果公司 位在哪里呢 in the city center 这个糖果公司 它就位在city center 位在市中心 好 这里的市中心 你就可以用这个片语 in the city center 来表达 好 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句子的重点 就是在讲这个layer r后面加复数 再来就是这里的有一个关带 还有这里的b动词被省略掉了 好 这个关带就是指前面这个先行词 他第二次讲的代名词 好 那这个r也被省略掉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witch跟这个r 在你的课本上面例句是不见的 他直接用这个pp来代替他 这个叫pp pp在中文的文法书上面 我们叫他分词 而且他是过去分词 对不对 他是过去分词 ed的通常就是过去分词 那不管是过去分词还是v ing现在分词 这叫现在分词 这个叫过去分词 不管是哪一个 这两个都叫做分词 他们都属于叫分词的这一类 那我们来讲讲分词哦 分词在文法书上 各位如果仔细看 他会讲到他的功能 分词的功能有 他可以当连接词哦 他可以当连接词 分词呢 也可以当代名词使用哦 各位没有发现 跟关带的功能是一样的 没有错 关带也可以当连接词使用 关带也可以当代名词使用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在我们的课本上面例句呢 他既然分词 分词就有跟关带一样的功能 你看他们的功能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句子做精简 所以他就把这个witch给拿掉了 也把动词拿掉了 只要靠这个字就好 靠这个on的 这个叫做过去分词 他本身就有连接词功能 所以跟witch关带是一样的 他也可以当作代名词 他也可以当作代名词使用 也是跟关带一样 所以他就可以顶替他的功能存在 所以他就可以不见了 那关带不见的话 B动词也就不需要了 所以才会精简成为 各位现在看到的这个句子 They are full retail shops directly owned by the candy company in the city center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21这个单字 21下一个20 retail这个字除了当名词 零售零卖的行为之外 他也可以当作动词就是真的 一个一个拿来卖 零售零卖 他说the dress company 这一间洋装公司 他能够makes 他能够制造 and retail他会零售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有两个动词 第一个动词叫make制造 第二个动词叫零售retails 好 所以这间洋装公司 他可以做两件事 洋装公司他会去制造生产 他也能够制造生产完之后 就直接在自己的店里面做retail 做零售的 他零售什么 他零售了高价位 来 高价位叫high priced 这是一个复合形容词 它是一个high形容词 再加上名词ed的 这样的一个搭配的 然后把它整理起来 这个高价位的高 它其实是一个形容词 放在这个前面 再搭配一个价位 价位是名词price价格 把这个名词再加上ed 它就变成一个形容词来使用了 高价位的 它是一个名词ed的 这样的一个格式 好 所以呢 行容词加上名词加ed 可以变成一个新的字哦 所以高价位 high priced high priced 高价位 他卖了什么高价位的东西呢 他卖了叫waiting dresses 他卖了像我们的 waiting 结婚在穿的洋装 还有呢 evening gown 还有呢 晚宴的服装 gown这个字也是礼服 gown这个字是礼服的意思 所以他有卖晚宴的礼服 也有卖waiting 结婚的时候穿的dresses 这两样东西产品 这个洋装公司 礼服公司 dress company 它有make 它有制作 它也有retail 它也有零售哦 好 那再来检查的是这个主词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主词呢 洋装或者是礼服公司 它是单数 有吗 有看到 它是单数的主词 所以我们看到动词用单数 第一个动词用单数 第二个动词retail 也是加了s 动词用单数 这又符合我们的主词跟动词 它的时态要一致哦 单数主词动词用单数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21 来retailer retailer retail这个字是动词叫零售 字尾再加上er 表示做这个动作的人 所以retailer retailer就是我们的零售的店 或者是我们的零售的商人 零售的店员retailer 它是可以指人 它也可以是指商店的意思哦 它可以指商店的意思 所以是零售商或零售店 好 那我们看看例句 The models of the famous buildings are sold at the toy retailer 它说呢 这个模型 来模型是复数 你有没有看到 模型叫model 模型叫model 这个是model 这个model是我们的主词 它是复数 所以我们要检查一下 动词有没有用复数呢 有诶 动词也用复数 有看见哦 动词用圆形 因为主词是复数 所以动词也就是原型要复数 跟着走 好 那the models of 这个模型有好多个 它是什么的模型呢 of famous building 这些世界知名的大楼 它的这些模型 都有被sale are sold 有被贩售在哪里 后面加上地点 at toy 在玩具的零售店 在玩具的零售店里头 好 这里的toy retellers 这里的er是指电哦 在零售店里头有做贩售的动作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retail retail这个字还可以搭配什么呢 我们可以retail这个字有零售的行为 它可以搭配价格 零售价叫retail price 零售业叫retail business 那零售的销售量就是retail sales 所以它可以跟这三个后面的名词去搭配 会有三个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用语 retail price 零售的价格 好 零售价 零售业像我们的7-11 我们的grocery store 这些杂货店 它们都算是one of the retail business 它们都是零售业 零售企业 那零售业有它们自己要追求的sell 它们的销售量 好 再来retail at something 零售价格为什么 我们可以说retail at 在什么叫价格上 后面加上什么样的价格 retail for something 好 再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21个单字叫stock stock这个字就是存货 stock这个字有存货 后来用为当作股票的意思 我们看看它的例句 stock s-t-o-c-k 是存货 放在架子上 尤其是仓库 仓库的那个一个一个架子上的商品 它只是还没有拿出来供应 然后放在上头 存货在里头的 这个叫做我们的stock 它说 the local shops have a huge stock of souvenirs to deal with the expanding tourism 好这个句子蛮漂亮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 它说the local shops 这个当地的商店 这个当地的这个商店呢 它拥有着非常巨大的存货量 a huge stock 它有一个很巨大的存货量 of souvenir 他们的仓库里头装着非常多的souvernear 什么是souvernear souvernear这个字叫做纪念品 字尾加s表示很多 为什么他们必须要有着这么巨大的存货量的souvernear呢 因为in order to 为了就是要能够及时的去应付 这个to你可以翻译成为了 好那我们看到了为了呢 就可以复习一下它的片语 当它放在句子中间的时候 这个to它可以等于两个哦 第一个是in order to 好那记得in order to后面要加什么呢 原型动词非常好 它也可以当放在句中的时候 它也可以等于so as to 一样后面也是加原型动词 只是各位要留意的 老师刚刚说 如果是放在句子的中间 当这个片语to是放在句子中间的时候 才会等于这两个哦 如果放在句首的时候 放在句子的最前面 只有这一个才可以 好那我们看看 the local shop have a huge stock of souvenirs 这间当地的商店 他们拥有非常巨大的存货量的 纪念品 为的就是能够in order to后面加原 V能够去deal with 什么叫deal with呢 翻译成应付跟处理 为的就是能够及时的应付这些 expanding 什么是expanding expand expand expand这个字本身就是扩大 expand动词扩大 字尾加上ing变成分词 就可以当形容词使用 当它是分词的时候 它是可以当形容词来翻的哦 就是逐渐扩大的 那再来tour tour是旅游 字尾加上ism就是指这个集合名词 所有有跟旅游有关的东西 我们就叫旅游业 所以呢为了要去deal with the expanding tourism 为了去应付这种 一直在增加扩大的tourism 这样的一个旅游业 为了应付它这样的人口 所以他们就必须要有一个huge stock 有个很巨大的存货 好 再来我们看到下一个 来stock这个字也可以当作动词 它当名词是存货 对不对 我们刚刚看到stock当作名词是存货 那当作动词呢 就是存货的意思 就是补货的意思哦 它可以当作动词哦 就打把货补进去 有储存的意思 好 来例句 好 这里有关键的几个单字 第一个就是the clerk 我们要知道主词是谁 主词是店员 而且是用复述哦 所以动词也用复述 有看到哦 好 再来这里有个黄色荧光笔 画起来的片语叫做be动词加busy 这个这两个字合在一起是一个句型哦 它是一个片语 叫做忙碌于什么样的事情 忙碌于什么样的事 它其实有一个介系词 in被省略掉了 那时候后面就会直接加上ing 这已经是一个当作句型文法来背了 someone is busy doing something 后面记得一定是加ing 所以the clerk are always busy doing something 有没有看到这里的ing 就是因为前面有一个be busy 所以后面要加上ingstocking 他们都一直以来都在忙碌着stocking 忙碌着补货存货 stocking的shave 他们在存货这些架子 然后这个shave shelof 老师把这个字的单数写在这里 shave shelof 一个架子单数 架子叫做shave 你可以看到它的负数是怎么改的 它是不规则变化哦 它是去掉字尾的f 然后加上ves 这是它的复数型 而且是不规则的 shave shaves 好所以好多的架子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架子 好所以我们的店员们呢 the clerk are always busy 他们总是忙碌着在stocking 不断的补货存货 把这些shave 这些shave 这些架子呢 把它stocking 补货架子 然后这个架子是at the supermarket 在超市里头的架子 而且在哪一个时间点呢 特别是on saturday evening 在每逢礼拜六的晚上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里加了s 因为是每逢礼拜六 它这里是每周六哦 不是只有这个礼拜六的晚上 如果这里的s呢 没有加 变成是这个周末的礼拜六晚上 可是如果加了s是每逢 我们就会翻成 每逢周六晚上的时候 好所以我们看看它的中文 在周六晚上 多了一个每逢会更好 因为它加了s表示 每周六固定 就是会出现这么多的人潮 在每周的周六晚上 所以这里才会加上s 好所以on the saturday on saturday evening 在每逢礼拜六的晚上的时候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不断补货的动作 因为呢because原因就在后面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customers 因为会有很多的顾客们会出现 during that period 在这段时期 各位有看到period吗 period这个字叫做时段 你可以翻成时段 你也可以翻译成时期 所以during在这段呢 时期期间会有a lot of customers 会有很多客人会上门 所以they are busy starking他们就忙着在补货 starking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 第下面的补充哦 来当呢有存货 有库存 你可以用哪个片语 你可以用in in of stock 那如果是没有呢 就是out of out of翻译成没有 就是用光的意思 out of stock 是表示没有存货的 in stock是有存货 在我们的库存里头 有就是in stock 那start这个字呢 我们知道start这个字 除了当作库存 它也可以当股票 所以我们的股市 叫做start market 好再来储存 当作动词使用的时候 它可以用stark up 或stock up on something with something 库存在什么事情上 储存什么东西 stop up on something 或stop up with something 它后面的这个介细词 会用这两个 表示储存在这个事件上面 好 再来我们看到最后 它的22这个单字 叫做tag tag tag tag这个字当名词 就是我们的辨别证 识别标签 连在你衣服上面的标签 或贴在物品商品上面的 那个标牌 我们就可以说tag 它除了念tag 你也可以当作level 我们看例句 All the staff members were asked to wear name tags at the trade fair at the trade fair 我们看它的主词是 All the staff 所有的员工 成员们 主词到这边 所有的工作人员 你可以用staff 你可以用staff members 好 所有的staff members 它用复述 所有的员工成员们 工作人员们 他们都be asked to 都被要求去做什么事 word x2 to后面加原型动词 都要去穿戴 他们都被要求要去wear wear这边它翻译成带的意思 他们都被要求要穿戴识别证 而且这个是什么的识别证呢 它是nantex 就是我们的nantex 就是你的 还有这些全部证明我制作继asz 序的有线